我们是注重在被动收入的 还有我们是注重在二十八十的法则 我们是要做到的是需要最少的时间 最少的努力来赚最多的钱 对不对 所以当你比较合选择跟Airbnb 你只是需要第一个月做你的工夫 做你的工夫 把那个土地做好找Tenant 过后你就可以接下来每个月就只是收租金而已 什么都不用做 Airbnb就不一样 因为人家进出进出比较多 所以每当人家进出进出 你就要去收拾去做什么这样子的 所以就比较多工 所以我们就没有碰Airbnb 其实我们教我们的学生 如果你还是学生 其实你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去做这门生意的 我们叫做Rent to Rent 好吗 就你不用去买那间家 你像屋主租那间家 对 租了 对 再翻租出去 对 这样子也可以赚到钱的 因为我们90后就比较技术 因为我们90后就比较技术 所以当你会利用技术的时候 自然而然你的规律就比较广 是 当你的规律比较广的时候 自然你的想法 你的创业就比较强 所以90后有这个优势 是因为他们很善用技术 所以他们就很创业 当他们创业的时候 他们就想要做的跟别人不一样 可能就是出来创业 就赶赶的出来创业 所以90后你的优势就在这里 要创业 当你知道你要创业的时候 是因为你有一个想法 还有你看到机会 你才出来创业 不是因为你觉得你要创业 而你出来创业 我觉得其实创业前 如果你有一个做工的 一个经历 打工的经验 是会比较好的 至少你了解 其实你的员工 事情是怎么想的 你也知道一个公司 其实要怎么走的 对 所以我觉得阶段 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是说 几岁 创业是好还是不好 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 你创业的原因是做什么 对 你的目的 你的目的 是要去解决别人的问题 去帮助别人 我觉得 以这样的理念 你创业就会成功 如果你的目的就是 只是我要赚块钱 我不想做工 我就是要 我不知道要走什么 我只要做工 我创业 随便找一个东西创业 我觉得是 不会成功的 对 欢迎来到第三季度上海名人房 本季度 我们将以听故事的方式 向名人嘉宾请教 不难发现 90后对于创造财富 已经有了跨时代的变化 他们想往在最短的时间 争取最庞大的财富 达到财务自由 自主人生 今天的名人嘉宾 Alex E 他强调通过二八法则 以更短的时间 取得财务自由 如果你也对被动收入有所想法 那不妨听听Alex的杠杠原理 突出自己 表现自信 E1 Makeover Studio 作为专业裁装培训学院 我们的使命是栽培未来的翘楚 迎合市场 灵影潮流 E1 Makeover 提倡造型质量 点亮您的自信与魅力 欢迎来到上海名人房 我是主持人Esther 我们今天的名人嘉宾就是Alex 嗨 大家好 我是Alex 是 Alex 你好 嗨 你好 那其实我们特别想要请教的 第一道问题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会觉得 马来西亚的房地产 好像已经就是盛世之后的一个低潮 那你如何看待这个趋势呢 我觉得现在房地产这个市场 的确是有点低迷 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到处 市场到处都是有很多购买的购买 所以其实很多人现在没有信心 因为近几年我们房地产市场 都没有什么的涨到它的价格 它的价格 它的价格 但是呢就是在这个状况呢 现在外面都很多 发展者都给到很多购买 所以现在是最适合的时候 进去买房地产的一个时候 这是我个人觉得的啦 所以反而就是 Alex认为 就是在我们的购买 更有购买力的时候 能够入场的话呢 我们能够买到一个更好的价位 对吗 因为其实房地产市场呢 到处都有很好的房地产市场 但是呢 人家看的是那个购买 的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市场就像一个行程 它有上有上有下的嘛 现在就是在下的时候 所以呢 当你在下的时候呢 你买的时候呢 当它起的时候 你就有得赚嘛 你不要等到市场好的时候 起的时候你才买 那时候就慢了 对 是的 我想很多投资的原理呢 我们就是趁价低的时候买入 因为我们就拥有 最大的一个成长空间 这个固然我们都明白啦 但是其实 这个是一个连环效应嘛 就是当市场它低迷 它开始就是走的比较缓慢 可能我们的整个经济条件 也是相对走的缓慢的 那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能 我们顾虑就会更多 鱿鱼就会更多 你会如何让大家继续看好 这个房地产的前景呢 如何让他们看好 这个房地产的前景呢 所以呢 我们的课程呢 其实有教我们的同学们 什么在什么市场状况 都可以赚到钱的 因为我们的课程有包括很多 从买到怎样租出去 我们都有教你们怎样做 所以不管市场好还是不好 都是做得到的 只要你肯去做啦 对 那可不可以先透露几个要诀 如果在现在这样子的行情状况 其实应该带着怎么样的心情去 购买房地产 以及怎么样能够达到 有效的一个应运模式 购买房地产呢 其实不管市场好还是不好 你买房地产的 的 criteria都是一样的嘛 你就是看那个地方 看它地方的周围 对嘛 不管现在市场好不好 如果你是为了投资的 一个 purpose的话呢 你就是要 如果那个地方是符合你的 criteria的话 你就可以买啊 这 after 5 10 years 房地产 我觉得是会再起回来的 对 就如果说 5 到 10 年 这 5 到 10 年 你们的预估就是说 它可以成长到一个怎么样的状况 或者说其实在你们的行内已经知道 外资会不断的注入 它会把我们的房价再带到一个巅峰 或者可能在马来西亚未来的一些政策 它都能够让我们的房地产是心心相容的 好的 房地产这个市场是很简单 就是提到供应和需求 现在呢 房地产就超过供应 对嘛 超过供应 所以很多房 很多屋主 发展者都是在丢价的 当他们丢价的时候呢 就会慢慢慢慢 越来越多人在买 慢慢越来越多人在买 慢慢越来越多人在买 那个市场的信心在上的话 自然屋主市场就会上了 对 这就是那个市场上下的原因 对 所以市场总会上回来的 明白 所以那就要谢谢Alex 告诉我们这个市场 有高有低都是正常的 反正是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 入场是最好的时机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发现 现在所有关系到屋主市的 不管是课程啊 或者是一些新楼盘等等 他几乎已经快要刷爆了 我们整个朋友圈 就是尤其打开面子书 都非常多内饰的广告 然而我们今天的Alex 其实呢 他在Wins Academy 也是负责这个 online marketing的 那其实Alex 你怎么样看待这个趋势呢 就是每天在Facebook 我们都会看到非常多的 新楼盘啊 新课程啊等等的 其实呢 我agree 你说 现在Facebook啊 你看到很多很多 property的课程 有很多新的speaker出来 但是我们也没有特别去 like 当他们 as我们的竞争者 是 我们只是做好 我们这本份 所以我们 我们个人觉得呢 只要我们 可以给到人家value 还有我们教的东西 跟别人具有差异化的一个因素 在那边 人家 如果人家上了我们的课程 人家真的 可以赚到钱 真的可以帮到他们的话 我相信 因为这个世界很小嘛 所以人家会通过 word of mouth啊 竟然都会来介绍 来参加我们的课程 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去说 怎样去你的竞争者 怎样去跟他们对啊 什么 没有的 对 确实其实最有力的宣传 当然就是口传 能够得到之前的顾客的认同 这就是生存下来最大的一个动力 那除此之外呢 我想在这个Facebook Marketing这块 其实Alex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概念 如何有效地去推广一个Facebook Marketing呢 现在Facebook Marketing呢 如何要突出给人看到 第一你要做好你的 因为Facebook Marketing 你要做好你的targeting targeting过后 你要真是知道 你要真是很precise地知道 你是要target什么种类的人 那是第一点 第二点 现在Facebook Marketing 我可以说是一个很costly的 一个targeting tool 但是也是最有效的一个地方 来宣传你的生意 所以啊 最主要的要做的东西是 你要target对的人 过后你的content要写得 吸引到人 过后最好是做video posting 因为现在照片没有那么吸引了 人家都是看video 对 好 谢谢你在这方面的传授 因为我想大家都特别想知道 如何有效地经营自己的Facebook 那除此之外呢 我想今天我们把Alex请到来 当然并不是只是为了知道房地产的一个趋势 也不是为了知道这个Facebook Marketing 我们真正想了解的就是 他们所推崇的那一套20-80法则 其实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法则 换一个说法 其实你们课程最大的一个竞争力是什么呢 课程最大的竞争力就是我们 怎样把一个房地争力是什么 在市场呢 平均的房地争力是大概在5%到6% OK 我们教我们的同学怎样把一个房地争力提起到10% 对 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OK 除了那个之外呢 我们的课程其实 基本上是教同学怎样把一个房地争力 变成一门生意 OK 这个生意呢 可以给你每个月的一个被动收入 是 OK 所以怎样开始呢 就一开始我们教我们同学怎样去搜寻 怎样去搜寻 怎样去选一个房地争力 适合的房地争力 怎样买啦 OK 是 之后我们会教我们同学怎样用 银行贷款 就是 因为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 银行 我不知道银行是怎么算的 对 我的工钱这样多 我可以借多少钱我也不清楚 每个银行也有不一样的 他们的要求 是 所以 我们的课程也有教人家讲 OK 你现在是赚多少钱 你现在承计有多少 你怎样确保 你借到的贷款一定会过 那个我们也有教 OK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教我们的同学怎样做 Renovation 怎样用一个很cost effective的一个 manner 来把你的 property 变成一个最适合最便宜的一个方法 来做一个hostel的 business hostel hostel business 对 最后一点呢 也就是最赚钱的那一点呢 是 就是我们教我们的同学 怎样做rental 怎样找tenant 怎样宣传你的房间之内的 怎样把你的租金提到最高 对 那其实关于这一方面 我个人是非常的interesting 你可以在这边就把它比较仔细的 再跟我们讲解一下吗 就怎样把rental提高吗 是 对 OK 其实你property你做rental的话 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Airbnb 是Airbnb 对 第二种就是 你租整间屋子这样子租出去 对 第三种 就每个月的 对 每个月固定收入的 第三种呢 就是把一个屋子 割成很多房间 过后再以房间租出去 对 这是第三种 也就是我们教的方法 对 那我们先针对你教的那一种方法 就是把一个单位 可能我们就把它 划分为几个小单位 然后再个别租出去 对 就通过个别小单位租出去的模式 我们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收入 对吗 就租金会提高 对吗 比如说一间家 平均的家 有三间四间房间 可能你租出去 你只可以租一个两三间多 如果当你把一间家 原本是三间房间 你把个层可能 个层七八间 一间房间你出去大概五六百块 对 这样子你就可以提高你的计划 对啊 对啊 另外一点呢就是 就是当你租一间房间 你租整间出去的时候 你租一个两千 来说两千 很多人 其实工作人员 或学生 他们都不能够这个两千 对 如果你是租一间房间 一间房间五六百块 这样租出去 比较多人会够 对对对 对对对 就这样 所以其实Alexa这边要带出来的 就是一个比较崭新的构式 他们其实是把一个大的单位 就划分成几个小单位 然后就是把租金相对的降低之后呢 却因为量产的关系而做的 可以比整间物质出租收的更多的租金 那我们再谈谈 其实Airbnb又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 你们会鼓励同学们 也进入这个Airbnb的一个行列吗 其实Airbnb呢 不是说不好 是我们没有去动Airbnb呢 因为我们是focus在被动收入 OK Airbnb呢 是一个我会说是一个 more to a service industry 是看你怎样去service你的顾客 你怎样去market你的房间 你怎样去market你的房间 因为Airbnb很focus on customer customer relationship 你是怎样去交代你的顾客 过后你的service OK 还有Airbnb呢 是一个进处进处的一个怎么说呢 对 就customer会check in check out 对一个短暂的 customer短暂的住在你的房间的 所以很多check in check out 很多cleaning processes 你要做的东西 还有呢 Airbnb是很注重review 在你的Airbnb的platform 对 所以当有人在你的page呢 说你的房间不好不好之内呢 过后你就很难住进去了 对是 OK 因为我们是我们是注重在被动收入的 还有我们是注重在二十八十的法则嘛 我们是要做到的是需要最少的时间 最少的effort 来赚最多的钱 对不对 所以当你比较房间跟Airbnb呢 房间呢 你只是需要第一个月做你的工夫 做你的工夫 把那个土地做好 找tenant 过后你就可以接下来 每个月就只是收租金而已 什么都不用做 Airbnb呢就不一样 因为人家进处进处比较多嘛 对 所以每当人家进处进处 你就要去收拾啊去做什么啊这样子的 所以就比较多工 所以我们就没有碰Airbnb 对 明白了 那其实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Alex有说 你们不管是在做Marketing 或者在做课程方面 最重要的就是知道你的精准顾客是谁 那其实我们也特别想知道 到底谁人呢 会对于Alex家的课程是特别有兴趣的 就是特别想往得到这个被动收入的人群 其实是怎么样的人群呢 OK 坦白说我们的课程 来参加我们课程的人呢 有13岁都已经有来了 13岁 最老的都有50多岁 对 13岁到54岁 但是很 我们的课程也很多学生 对 可以说一半也是学生来的 因为学生 因为我们的课程其实 我们教导人家的是 你怎么样不用动用你自己的现金 你都可以开始这一门生意 所以学生就特别的有兴趣 因为学生一开始没有钱嘛 现在没有钱嘛 上次学生同样时间也很想赚很多钱 对不对 所以就 对啊 主要是学生还有刚刚出来做工的这群 对 反正是年轻人对于这一个刚刚原则是更有兴趣的 对对 OK 然后其实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学生可以得到银行贷款吗 OK 其实我们教我们的学生呢 如果你还是学生 其实你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去做这本生意的 我们叫做Rent to Rent OK 就你不用去买那间家 你像屋主租那间家 对 租了 对 对 这样子也可以赚钱的 OK 果然齁 其实整个项目里面呢到处都是商机 只是你有没有这个概念如何去兑现这个商机而已 是的 我们今天的名人嘉宾 Alex 带来的就是那么一个冲刺我们的想法的概念 那当然在广告后呢 Alex还有更多的东西要和我们分享哦 所以先呼吁你广告后再见 上海联合亚太企业家名人堂邀请各大领域的成功人士 到直播间亲神说法 让观众们零距离吸收楷模们的创新思维 让每一则即时型的激励故事陪伴大家不做第一 却是唯一扎根二十一世界 欢迎再次回到上海名人坊 我是主持人Aster 今天的名人嘉宾就是Alex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ex 是 其实Alex就是一位典型的90后创业成功的典范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当然要请教一下就是说 为什么90后我好像感觉都有这个创业的情怀 大家都希望创业 然而他们创业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OK 很简单 我们90后跟90前的分别 就是在technology 因为我们90后就比较technology savvy 所以当你会利用technology的时候 自然而然你的exposure就比较广 当你exposure比较广的时候 自然你的idea你的creativity就比较强 所以90后有这个优势是因为他们很善用technology 所以他们就很creative 当他们creative的时候 他们就想要做的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出来可能就是出来创业嘛 就敢敢地出来创业 所以90后你的优势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很多学生是90后的学生 对嘛 他们怎样利用 怎样跟人家不一样呢 就是他们很会用internet 很会用很多那些online的platform 去market他们的房间 对 你可以利用这些platform 在最短暂的时间来租你的房间出去 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 所以就是因为90后更善用technology 而成就了他们的这个创业 对 那其实Alex回到自己的创业路上 是不是也是因为technology而造就了你呢 我本身呢 是其实一开始呢 我创业的原因呢 是因为第一 我有了一个 我跟我partner呢 就之间就有了一个idea 你想去做这门生意 就跟别人不一样嘛 这个idea 过后呢 对 就勇敢地去尝试 所以就我们就开始了创业 这段路了 对啊 因为90后的优势呢 是因为当你很会用internet 其实从网上你有什么问题 你想知道什么 你都可以去找 因为90前的人就比较传统嘛 所以他们就可能不敢地去尝试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 是我们90后的一个优势来的 对 那90后比较勇于尝试 那除此之外呢 他们整个创业的过程 他们的勇气啊 或者讲他们的成功比例 你觉得高吗 我觉得90后的他们成功比例呢 其实是还蛮高的 因为你看 其实在外国呢 很多startup 是 其实都是从90后的一个组 而达到的 ok 就很多这些startup呢 其实我们叫做他们是 unicorn company 就是他们的value above one billion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90后呢 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些的例子 在网上看到这里很多的例子 所以很多90后 也很想跟这些 这班成功者一样 就去创业 是 对 还有我觉得另外一点 其实我们90后呢 是比较 我也觉得是比较懒惰 比起90前的 对 比较想往安育的生活模式 90后呢 我们比较懒惰 第一我们不喜欢跟人家打工 ok 第二我们也喜欢 可能最短的时间 赚多一点钱 是 对对对 所以 因为这些因素呢 导致我们90后呢 很勇敢地去创业 对对 是 其实科技真的不仅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同时也让我们的新生代 产生不一样的思维 他们对于生活的要求 可能和我们比较不同的就是说 他们想要更优质的生活 包括了安育 那自然他们希望能够付出更少 而获得更多 这个杠杠原理 其实并不是一种取巧 也不是一个偷懒 因为呢 他们都不断地在缔造这个神话 那当然其实我们也发现 除此之外 整个社会环境条件 让我们对于投资这个概念呢 也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怀 以前投资都是有钱有闲的人做的事情 然而现在其实投资几乎都是全民的问题 大家都向往可以投资 向往可以达到这个被动收入 那Alex 你怎么样看待这个现象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呢 可以投资的东西就太多了 对 产品非常多 对 投资产品太多了 不管多少钱你都可以开始投资 对吗 所以我觉得当你投资一个东西之前 首先你是要真正地去了解那个产品 对 当然 你才去投资嘛 OK 所以为什么人家现在全部人都 向被动收入这个方向走呢 OK 那原理就是 人家投资的原因 就是要达到他们的财务自由的这个梦想 对吗 可能你投资这个产品 今年你投资这个产品 可能这个产品十年后 二十年后才会给到你这个财务自由的这个Dream 对吗 但是在你投资这一天起 到十年二十年 你还是要生活的嘛 对 是 对嘛 你把钱放进你的投资 十年二十年 如果你打工的话呢 你的收入不多 你怎么生存呢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概念叫做被动收入 就是你今天开始投资 就是十年后 十年或二十年后 你还是会达到你的财务自由的梦想 同样时间呢 这个period里面呢 你每个月都有一个被动收入 像你才可以真正的叫做财务自由嘛 所以就现在的人投资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有钱有闲 而是因为钱不够用了 对吗 那一般上你会如何去建议他们 能够达到这整套系统呢 当下有被动收入 而未来也能够达到这一个增值的一个产业 如果我是说 如果你现在是打着工的话呢 对 你没有可能去分身去打另外一份工嘛 对 是 因为人的体力有限 人的年龄也是会慢慢的老的 所以你不可能一世人就在那边打工 对吗 那你可以做的东西呢 就是你有一份工 如果你下一个可以做的就是投资 OK 投资呢有很多 你就要去做你的 research 什么种投资是其实是最适合你的 可以是房地产 可以是股票 OK 还有其他的 是 OK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最稳 可以给你最高的回酬的就是 房地产 对吗 因为房地产 第一你不用动用你的现金 OK 第二呢你又可以很有一个很固定的 每个月的一个被动收入 第三呢 十年二十年过后呢 房地产会起价的 OK 房地产起价的时候也是 但是你也可以卖 对 就 房地产就太多好处了 对对对 是 时下可能投资配套特别多 但是我们 一众人的心目中都会认为 其实房地产呢 是一个当中特别安全 而且能够给我们 比较全面性回酬的一个项目 那大家当然不妨的想想 那当中的一些小风险呢 还是要理性的考量哈 那再来呢我们想说 其实Alex 他作为一位90后今天也创业成功了 我们想问一问的就是 其实Alex 如果给你再一次的选择 你觉得你在这样子的 税数出来创业 是对的吗 你会想要更早出来创业吗 或者就是说 可能我会等到我30岁 更成熟的时候创业 才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呢 OK 我个人觉得啦 我出来创业那个阶段呢 是OK的 是实际 因为我至少我有一个三年的 打工的一个经验 OK 我觉得 其实很多人 觉得要创业 就因为要创业 但是那个是 其实是不对的 不理性的 不理性的 其实你要创业 当你知道你要创业的时候 是因为 你有一个idea 还有你看到机会 你才出来创业 对 不是因为你觉得你要创业 而你出来创业 我觉得 其实创业前呢 如果你有一个 做工的一个经历 打工的一个经验 是会比较好的 至少你了解 其实你的员工 是其实是怎么想的 OK 你也知道一个公司 其实要怎么走的 对 所以我觉得阶段呢 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是说 几岁 创业是好还是不好 最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 你创业的原因是做什么 对 是 所以其实Alex的说法就是 不要为了创业而创业 必须有一定的把握在手上 同时也要等一个好的时机 才来启动 那其实Alex 你们就是因为 有一个好的概念 好的时机 然后就启动了这个创业计划 不禁不觉来到现在 你觉得你当初的梦想 已经完成了吗 就是创业的梦想 都能够实现了吗 其实我们当初 我们开这个Vins Academy的原因 就是我们觉得 因为外面太多人 不会怎么去投资房地产 他们所投资房地产的方法 都是传统的方法 就是你要真是 很多人家买了屋子 会变成更穷 明白吧 因为你从你口袋 要拿很多钱出来嘛 你觉得你自己买了 买了一个房地产 你觉得你 哇有钱啦 其实你变得更穷 变得更穷 因为你每个月还要贴钱 对嘛 就真的因为买了资产 而变成副资产 对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 觉得外面太多这样子的人了 所以我们就觉得 我们都会投资房地产嘛 不如我们开课程教别人 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 我们明白年轻人其实很想要什么 就是要很早的时间 财务自由啊 要更多的收入啊 我们相信我们的课程可以帮到这些人吧 我们就决定开了这个课程的公司了 好 所以现在也算是慢慢地完成了你们当初的创业初衷 我们完成了我们第一步 就是叫人家怎么去投资房地产 接下来呢我们会跟我们的下一步呢 就是要叫人家怎么去理财 因为你从房地产赚了钱 那钱你要怎样去管理呢 对 那个是第二步 我们现在想要实行的一个步骤来的 对 所以接下来讲会有更多的课程 或者是更深入的课程 会和大家去分享的 对 那其实来到最后呢 我们当然也不能够错过这个机会 请教我们的这一位90后 那在创业的路上当然各有各的一个起因 那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成功和失败的案例 那我们就请你以过来人的一个身份和大家分享 那其实创业正确的观念是怎么样去看待它呢 其实创业最重要的东西呢 是当你的目标 你的目标 是要去解决别人的问题 去帮助别人呢 我觉得你这样的理念呢 你创业就会成功 如果你的目标就是只是我要赚块钱 我不想做工 我就是要 我不知道要走什么 我只要做工 我创业 随便找一个东西来创业 我觉得是不会成功的 明白 就其实创业者应该要有一个比较深层的考量 就是他创业 对 使命 或者说他能够为别人建造一个怎么样的价值 然后才去执行 他就有机会可以成功 更容易可以成功了 如果只是为了赚钱 可能在过程他就遇到一些困难跟挫折 他会特别容易放弃 对不对 还有什么要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补充的吗 就90年后的不要怕啦 要赶赶的 要充 其实WhatsApp每一个年代呢 他都会造就不一样的英雄 是的 90后的英雄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他因为了解市场的痛点 而大无畏的精神去开创不一样的供应 因此满足了大家的同事 当然也就成就了他的事业 是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名人嘉宾Alex 在这边我们也要特别的感谢Alex 今天百忙中来到我们的节目 同时也感谢在直播之前 守候上海名人坊的大家 上海名人坊精神 让我们用100只成功故事感动你 请留意接下来节目播出时间 我们在这边先和大家说再会啦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